大家好,欢迎来到幸福敲门,今天来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 宿醉之后,我头疼得厉害。 一睁眼,发现自己在一个陌生的环境。 腰上还搭着一只胳膊,我迅速掀开被子,看了一眼,好家伙自己那是一丝不挂。 脑子瞬间嗡嗡响,我颤抖着手拉开被子。 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我面前,是江景,我的顶头上司。 一瞬间五雷轰顶,我整个人都妈了。 怎么会是她,看着地上散乱的衣服? 我悄咪咪走下床,飞速穿好衣服,逃离这个地方,祈祷江景不记得自己。 我给闺蜜打去电话,那头还没睡醒。 喂,我怎么在江景呢? 是你死活扒拉着人家,不愿意松手,没办法只能让他送回家了。 好吧,我的锅。 挂了电话,打车回到住的地方,今天周五还得去上班。 去上班的话不就玩完了,这要是被江景认出来咋办? 不管了,先请个假看看批不批。 果然老天王我不批假。 我磨磨蹭蹭卡点进的公司,一路上提心吊胆的。 江景是出了名的活颜望,难沟通,被他盯上的人,不死也得脱一层皮。 坐到自己的工位上,我看向总裁办公室,好像江景还没来。 平时江景积极地不行,都提前来公司。 闺蜜发来微信,什么叫你在江景呢? 他没送你回去吗? 你说你在他那,你们不会发生了什么少而不移的事情吧? 快给我讲讲,我要听。 就是你想的那样。 刚回完闺蜜的微信,一抬头,就看到江景走向总裁办公室。 他来了,我的好日子到头了。 总裁秘书过来通知我们准备开会。 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员工提醒我,今天江景心情不好,工作尽量别出错,省得被他抓到小辫子。 我是最后一个进的会议室,找了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坐下。 跟个安纯一样缩在一旁,也不敢抬头看,但是总感觉有人在看我。 平时开会,我也是这样坐在不显眼的地方。 江景的手指有节奏地敲击着桌面,看着许年年一点一点地往后缩。 气得他恨不得立马把人抓过来,明明昨天晚上是他先主动的,早上醒来人不见了,床头放了几百块钱。 我有数不清的钱,我缺他那几百块钱吗?把我当什么了,提上裤子就不认人,我看他能装到什么时候。 会议结束,我心里喜滋滋地,准备一个箭步冲出会议室。 就听到江景的声音,许年年留下,完了,他要来找我报仇了,等到其他人都出去了,我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江总,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修改吗?江景就那样看着我,也不说话,那眼神怪吓人的。 你昨天晚上去哪了?他问我去哪了?好小子正在试探我,我要是说谎的话,以江景的脾气,我没啥好果子吃。 要不就直接承认了吧?星月酒吧,去那干嘛了?去酒吧还能干嘛?当然是排忧解难啊。 喝酒,你倒是承认得怪快,喝完酒去哪了?这明显就是揣着答案问我,且看我表演。 我一个大闪过去,抱着江景的腿。江总,我错了,我不该失恋了,去酒吧喝酒,更不该酒后乱性。 你怎么罚我都行,就是别扣我年终奖。这种事你也占了便宜吗?都是成年人了,我就不找你要说法了。 说完还挤出来几滴眼泪,原谅我实在是哭不出来。你还想找我要说法?你胆子不小啊。 停时没看出来你胆子这么大。我斜眼看江景的脸色,感觉好像他也没那么生气,怎么感觉他有点开心? 难道他喜欢被白白占便宜?那你说怎么办?抬头。 我抬起头看江景,褐色的眼睛倒映着我哭得梨花带雨的脸。我承认是有一点自恋的成分在里面。 江景看着哭得眼睛红红的许年年,他记得昨晚他也是这样哭着求饶。 不自在地咳嗽一声,江景脸扭向别处,看着窗外。站起来,不扣你年终奖,但是这几天你随叫随到。 一听这话,我立马来了精神,不扣年终奖了。出去吧。 我立马给江景来了个九十度鞠躬,还贴心地替他关上会议室的门。 门关上之前,江景还维持着那个坐姿,看着窗外,也不知道在笑啥。 愉快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马上就要下班了。 闺蜜打来电话,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说话。 你们那个活颜望,没找你麻烦吧? 没有,没有找我麻烦,就是这几天我得随叫随到,听他的。 就这,你放屁吧。 我怎么不信呢? 真的,我骗你干嘛? 按照你之前给我吐槽你们总裁的事情,他肯定是个很龟毛的人,怎么到你这什么事都没有了? 那我不知道。 你之前跟江景认识吗? 不认识啊,咱们两个从小一块长大。 你说呢? 好了,不跟你说了。 我下班了。 一扭头,江景就站在我身后,吓得我手机差点扔出去。 江总,有什么事吗? 没人的时候,可以叫我名字。 跟我去个宴会,你开车。 好的,有加班费吗? 江景给了我一个白眼,有。 跟着江景走到地下车库,一辆麦巴赫停在那里。 他把钥匙塞我怀里,打开车门,给我说了一个地址。 那是整个人是最豪华的酒店,也只有像江景这样人才有资格进去。 江景看着我缓缓张口,先去给你买一件衣服。 好的,一切服从安排。 系上安全带,启动车子。 江景还是那样看着我,看得我浑身不自在。 江总,你能别这样看着我不,你一直看着我,我没法好好开车。 江景扭头看向别处,跟前男友分手了。 没看出来,江景还有八卦的一面。 对啊,他劈腿了,我就把他甩了。 哦,为什么劈腿? 张启那孙子跟他初恋两个人聊上了,去开房的时候,被我撞见了。 问他,他还死不承认,别让我看见他,看见他我非打他不行。 越说越生气,我把手里的方向盘捏得搁直响。 生气归生气,不要捏我方向盘,那是真皮。 好的,江总。 从后视镜能看到江景微微上扬的嘴角,有这么好笑吗? 哎,第一次谈恋爱就遇到这种事,难受。 江景笑出声,分了就好。 到了商场,江景让导购给我挑选一件适合我的衣服。 导购给我拿了一件月白色,吊带B领长裙,侧边开叉。 这好看是好看,关键是我穿了还怎么开车? 江景似乎想到了这一点。 没事,你穿吧,我开车。 江景注视着我,眼神透露着温柔。 怎么回事感觉这氛围一下子暧昧起来了? 从试衣间出来,不得不说,这裙子好看, 衬得许年年本来就白得皮肤更白。 剪裁合适的腰线,让许年年的小腰更细了。 B领的设计增加了一点小性感。 侧开叉,突出了许年年的大长腿。 江景的目光从她出来的那一刻,就没有离开过她身上。 就这个了。 我也挺喜欢的,除了商场江景把她的外套披在我身上。 还贴心地为我拉开车门,一瞬间有一种被她照顾的错觉。 我晃了晃脑袋,怎么可能,那可是江景,身边秘书都是个男的。 从知道她名字到现在,连个绯闻都没有,公司的八卦群甚至讨论过,她喜欢男的。 怎么了?不舒服吗? 没有。 没有就好,我们今天晚上主要目标就是跟许氏达成合作,许氏比较低调,很少参加宴会,所以我们要把握好这次机会。 知道了,江总。 江景深深地看我一眼,语气温柔。 你可以叫我名字,江景。 我从来没有见过江景温柔的一面,工作上她严谨到极致,不允许有一点差错。 所以,每次我跟她汇报的时候,都特别小心,反复检查自己的报告,生怕自己出错。 或许是见我迟迟没有回答,她又开口,没关系,不叫也可以。 坐在后排,我还在想刚刚那一幕,给闺蜜发去微信。 我跟江景去参加宴会了,逛了商场买了一件礼服,关键是她让我叫她江景,这我哪敢? 买礼服我可以理解,参加宴会嘛,总得穿像样。 你确定你们之前不认识吗? 我仔细想了想,这二十四年来所认识的人,没有啊,我不记得我跟江景接触过。 再说了,江景长这么好看,我会不记得。 坐在后排的我偷偷打量着江景,衬衫袖子卷起一截,露出结实的小臂,头发整体向后梳,整个人张力拉满。 好看吗? 视线在后视镜处碰撞,我率先扭过头,该死,差就被迷惑了。 江景看着许年年红红的脸蛋,笑意直达眼底。 就这样,两个人一路无言,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下车时,江景还贴心地为我拉开车门,这一刻给我一种我不再是职场小员工的错觉。 谢谢,江总。 江景低头注视着我,到了里面,跟紧我。 我抬头看向她的双眼,好像落入了一汪深潭。 跟着江景,进入酒店,里面已经有很多人了。 看见江景的到来,纷纷扭头打亮着我们。 更多的目光是疑惑探究,因为江景出席宴会,从来不带女伴,今天却带了一个我。 我轻轻扯了一下江景的衣角,江总,我能干点什么?你跟着我就行。 我点点头,跟着江景看着她熟练地与人交际。 真厉害,能在短时间内,把公司带领到这个位置,整个黑市就江景一人做到了。 许是看我太无聊,江景低头,靠近我的耳边滴雨,后边有个小花园,你可以去逛一会儿,记得回来找我,不要走丢了。 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耳边,让我渐渐红了脸。 有点热,我低头快步走向小花园。 江景注视着许年年的背影,一双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是跟江景关系比较好的朋友林芝。 那谁呀?介绍一下。 从你进来,你的重心就放在她身上,那眼神都能拉丝了。 江景贴她一眼,说了句,你不懂。 顺便打掉了她的手,走到别处。 林芝一脸无语,我不懂。 切,我比你懂多了,瞅瞅这串的骚包样,不就是想让人家多看你一眼吗? 这时我坐在后花园的椅子上,吹着凉风。 一阵嘻嘻酥酥的声音传来,还有谈话声。 似乎还听到了我的名字。 我背着手,捏手捏脚地走过去。 看到了一对熟悉的身影,是我那不要脸的前男友,跟他小初恋。 两个人正亲得难舍难分,到了一种忘我的境界。 看得我一阵恶心,掏出手机,我就卡卡一顿拍。 可能是我的目光太明显了,张奇的小初恋看到我了,一声尖叫。 鬼啊!张奇立马把他的小初恋搂在怀里,牺牲安慰。 连连,没事了呀。 忘了介绍,张奇的初恋,姓萧,叫萧白莲。 我就这样抱着胳膊,静静看他们表演。 张奇安抚好了萧白莲的情绪,这才看向许年年。 他发现许年年跟变了一个人一样,跟他在一起时穿着便宜的衣服,整个人特别不起眼。 换了一身衣服,有点让他高攀不起的感觉,甚至把他怀里的萧白莲比了下去。 你怎么在这?我告诉你这种地方,不是你想进来就进来的。 看到张奇可恶的嘴脸,我一阵反胃。 张奇的长相是那种温柔挂的,当初追我的时候, 对我嘘寒问暖,没少下功夫。 看他做人做事还算不错,这才答应跟他在一起。 不到两个月,他就变了一副嘴脸。 整天对我挑三拣四的,那时候我刚进公司,忙得晕头转向,也就没空搭理他。 谁知他竟然跟他的初恋,两个人勾搭上了。 你管我怎么进来的,倒是你怎么穿得跟酒店服务员一样。 张奇昂着头看我,目中无人。 我现在是这个宴会的负责人,只要我想随时耐把你请出去。 萧白脸趴在张奇的怀里,一脸崇拜。 哇,哥哥你好厉害。 忍不住了,我想上守山他们两个。 是吗? 我怎么记得宴会的负责人不姓张? 年年,你可能没来过这种地方,不懂这里的规矩。 不过没关系,我可以教你。 张奇上下打量我,只是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 萧白脸恰到好处地出声,该不会,她被人包养了吧。 张奇厌恶地看着我,年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我记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 以前的你是那么温柔,我打断她的话,你有什么资格评价我? 我就是想告诉你,不要再到处造谣我了。 当时跟张奇分手以后,她便在我们共同的圈子里,四处造谣是我先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萧白脸把张奇挡在身后。 都是我的错,不关哥哥的事,你要找,就找我的麻烦吧。 张奇把萧白脸拉进怀里,那叫一个心疼。 年年,把照片删了,我就不追究你的责任了。 哪来的脸说这种话? 我要是不删呢? 听了我的话,张奇准备抢我的手机。 我扭头,提着裙子就走,她快步追上来,拉住我的手腕。 年年,听话。 我听你妹啊,你个臭傻叉,滚远点。 张奇依旧不依不饶,慌乱中有人推了我一下。 眼看我就要摔到草地上,一个人搂着我的腰,把我扶了起来。 隔着布料,就能感受到那人胳膊上的温度。 没扭到脚吧? 是江景,关键时刻江景赶了过来。 没。 我低头整理着衣服,江景运怒地看着张奇跟他的初恋,叫来了宴会的负责人。 宴会的负责人不敢惹恼江景,叫人带走了张奇和他的初恋。 原来张奇就是在宴会中一个打杂的,竟然被他吹嘘成宴会负责人。 晦气,认识这种人真晦气。江景还在搂着我的腰,低头看着我。 不用跟这种人生气,有人会收拾他们的。 抬头对上了江景的视线,炽热的目光让我有些不自在。 江景收回了手,走吧,许氏已经出来了。 好,大厅里人头攒动,人们都想跟许氏搭上关系。 毕竟许氏是一个百年企业,根基稳固,人脉也更加宽广。 出席宴会的是许氏的董事长,许光明。 他走到江景身边,率先看了我一眼,而后才看向江景。 江总,年纪轻轻就坐到这个位置,未来只会更好,你说是吧。 自然是比不过许董明。 许光明又把视线落在我身上,我低着头,不敢回看。 江总身边这时,怎么一直低着头? 江景看我低着头,不经意间替我挡住了许光明的视线。 许光明锐利的眼神看向江景。 江总,你这身边这人,跟我认识的一个人很像,能不能让他抬一下头? 看看是不是我认识的人。 完了,瞒不住了。 许光明是我的父亲,大学时期我跟他意见不合,他希望我回到公司。 而我不喜欢去公司,我更喜欢随性自然一点的生活。 因为这个,我们大吵一架,一气之下我离开家,不再花我爸给我的一分钱。 这就导致我大学时期,需要去兼职,穿的也是平价的衣服。 我偷偷看我爸,看得正起劲。 我爸一把把我从江景身后拉出来。 翅膀硬了是不是,不需要爸爸了,是不是? 我低着头,不敢看他。 许光明拉着许年年来回看了好几遍。 他不懂为什么自己家有公司,许年年还是要出去。 虽说这几年,表面他没管过许年年,可是他只要有时间,就会去许年年工作的地方看看。 看着自己捧在手心里的姑娘,在奶茶店做着奶茶,被客人训斥。 他心里很不适滋味,他想着许年年就是一时兴起,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自己回家。 可是,等了好久,也不见许年年回来。 他又找了过去,看见许年年住在一个小小的房间里面。 他心都要碎了,要不是怕许年年去到更远的地方,他早就把许年年抓回去了。 江景在两人之间来回看,原来许年年竟是许氏的千金。 我轻轻拽着我爸的袖子。 爸爸,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充实而又开心。 许光明气不打一处来。 那生活有什么好的? 你从小一点家务都没做过,现在却尚赶着干那些活。 你图什么? 这些是许氏的家事,江景也不好开口。 什么时候回家? 我抬头望向我爸,向他撒娇。 这段时间忙完就回去。 许光明瞪了一眼江景、江总。 你这公司还怪忙嘞? 我赶忙拉着我爸的衣袖。 爸爸,我明天就回去。 许光明慈爱地看着许年年。 算你还有点良心,没忘了我。 许光明目光落到江景身上,越看那时越生气。 行了,江总,聊聊我们的事吧。 江景跟许光明上了二楼,许年年一个人找了个角落坐下。 上了二楼,许光明找了位置,正好能看到许年年的身影。 他身上的锋芒散去了很多,只剩下温柔。 年年,从小没吃过什么苦。 他很聪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所以,他一个人出去的时候,我并没有拦着他。 我知道孩子长大了,有了自己想法,我们做父母的只要做好孩子坚强的后盾就行了。 他尽管去寻找自己想要的东西,一切由我。 江景眼神含蓄,把对许年年的感情藏得很深。 许光明弯了一眼江景,看他那是极其不顺眼。 行了,我知道你小子什么想法,别藏着掖着了。 江景对许光明居了一躬,重新做了自我介绍。 许董您好,我是江景,二十五岁,今天来也是想跟您达成合作。 我相信我们都会走得更远。 许光明赞赏地看着江景,抛开其他情绪,江景确实是一个人才。 既然是合作,我可不会看在年年的面子上,就给你放水。 江景微微一笑,这一点我跟许董一样,既然是来合作的,就没想过让许董放水。 许光明拍拍江景的肩膀,示意他坐下,那我们就来聊聊你带来的项目。 我在楼下等得都困了,也不见江景下来。 正打算上去看一眼,就看到江景自己一个人脚步虚浮地走了下来。 我急忙过去扶着他,江景喝了不少。 脸蛋红红的,一半的重量压在我这边。 好不容易把他扶到麦巴赫旁边,他却站那不动了。 直勾勾地看着我,见我不理他,便开始撅嘴。 没见过这样的江景,我起了逗弄他的心思。 一把捏住他的脸,让你整天板着个脸,让你天天吓我,落我手里了吧。 你爸爸喝得不多,他助理在旁边,你不要担心。 还以为江景会说什么,竟然说的是我父亲的事。 在他下来不久,我父亲的助理就给我发来了消息。 行,我不担心,咱们上车吧。 我推着江景的后背,想把他推进车里。 可他整个人扒着车门不松手。 哎,你到底想干嘛?为什么不上车? 江景察觉到我的情绪不对,松了手,乖乖坐进车里。 真心累,怎么江景喝完酒变成这样了? 我以为江景喝完酒,会给我来一套霸总语录。 坐进驾驶室,系好安全带,就听到江景略带委屈的声音。 你怎么能不记得我了呢? 明明说好了,会陪着我。 我震惊地回过头,看向坐在后排的江景。 他整个人放松着,身上的力气少了很多。 看我的眼神,有一种我不懂的感情,有点像被抛弃的委屈感。 照他这么说,看来我很早之前的确见过他。 只不过,我自己没想起来。 我正准备问江景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他头一歪,靠着椅子睡着了。 把江景送回去后,已经很晚了。 我打了车,到住的地方已经凌晨了。 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失眠了。 脑海里面一直在重复那句话,你怎么能不记得我呢? 哎,难受,想睡却睡不着。 我拍拍脸,试图让江景滚出自己的脑海。 蒙着被子,闭上眼,强行睡觉,不睡也得睡。 第二天,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 是我闺蜜唐唐打来了的,按下接听键,唐唐那略带兴奋的声音传来。 我草,我知道在哪儿见过江景了。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那个邻居,就是那个八百年也不回来的邻居,他家当时有一个小孩。 可瘦了,那就是江景,只不过当时好像不姓江,姓顾,叫顾名。 我一下从被窝里坐起来,整个人都精神了。 你怎么知道? 我越看越觉得在哪儿见过江景,就是想不起来。 我就把他的照片给我妈看了,我妈说就是小时候的顾名。 你记得不,咱们小时候还一块玩过嘞,当时没人跟他玩,你就拉着他,偏要跟他一块玩。 笑死了,你这习惯从小到大都没有变啊,小时候强行叫人家跟你玩,长大了还这样。 被闺蜜这一提醒,我好像想起来了,小时候我们那一片的小孩我都认识,就邻居家的不认识。 他们家常年没人,偶尔回来一次。 那一次回来的时候,带了一个小孩,瘦瘦的,还没当时的我高。 我们在那玩,他就在旁边看着。 我看他一个人在那孤单得很,就拉着他的胳膊,非得让他跟我们一块玩过家家。 我当妈妈,他当爸爸,闺蜜跟其他小孩当我们的孩子。 玩了几天熟悉了,他偶尔会主动找我玩。 我怎么也没想到,当时那个受不拉几的小孩会是江景。 后来他要走,走的时候还跑过来拉着我的手说,让我不要忘了,让我一直陪他玩。 我当时小,脑子里面想着赶紧回家看喜洋洋,就那么随口答应了。 江景竟然记了那么久,不过真的很符合他小时候那傲娇的模样,明明很想跟我们玩,就是不说。 搞明白了怎么回事,心情好了很多。 正好今天休息,今天回家去。 没跟我父亲说,打算给他个惊喜。 到家了,张仪过来给我开门。 到了玄关处,我喊了一声罢,没人理我。 往沙发上看去,震惊我了,江景在这。 我爸从厨房出来,端着一盘水果。 就知道,你要回来,给你切了你喜欢的水果。 自从知道了江景是小时候的顾名,我现在还没法直视他。 倒是江景一直看我。 我找了个离江景比较远的地方坐下。 我爸过来挨着我坐,下巴朝江景的方向抬了抬, 这都不用我介绍了吧,今天他是过来谈合同的。 他的提议很不错,今天过来再讲一下细节。 如果可以的话,过几天就会签合同。 我一边听,一边吃着水果,是我喜欢吃的草莓跟芒果。 我爸跟江景去楼上聊了,我一个人在外边闲逛。 不知不觉,走到了小时候一块玩的地方。 时间过得真快啊,一转眼我们都长大了。 你知道了? 回过头,是江景,他脸上带着喜悦。 是啊,我知道了。 我看向比我高了一个头的江景,现在的他又高又瘦,腰也细,还有腹肌。 嗨嗨,跑偏了,他回望着我,微微笑着。 是不是变化很大? 是啊,小时候那么瘦,一块工作了这么久,硬是没认出来, 唯一不变的就是你那傲娇模样。 自从江景知道我认出他了以后,每天接我上下班。 在公司也不避嫌,不是送花,就是送奶茶。 搞得全公司都知道我们有私情。 终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趁着给他送资料的空档。 我把总裁办公室门一把反锁着,拍着他的桌子问他, 你到底想干嘛?你这样我没法工作了。 江景看我这样,更加兴奋了。 年年,我喜欢你,我在追求你。 我服额无语,现在的江景一天给我发八百条微信。 恨不得整个人沾我身上,就连我的闺蜜也在吐槽我。 那你可以换一种方式吗? 我不喜欢这样,你这样对我的生活造成影响了。 江景低头沉思一会儿,随后郑重地看着我, 告诉我可以。 自从跟江景聊过以后,他不再在我上班的时候给我过多的关注。 我的生活渐渐地跟以前一样了,唯一不变的就是江景发微信的频率。 年年,马上就要下班,你有什么想吃的吗? 最近新开了一家餐厅,我带你去吃怎么样? 是不是,我这样,你觉得很烦? 你要是觉得烦了,我以后少给你发微信。 我就是想带你去吃个饭。 看到江景的微信连环轰炸,我被气笑了。 旁边的同事见我下班了还不走,一副我都懂得表情。 我答应跟江景去吃饭,他表现得异常兴奋。 一会儿偷偷看我,一会儿又自己割那滋着牙笑,就很无奈。 去餐厅的路上,江景话说个不停。 给我介绍这个餐厅的由来,味道如何。 看着面前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我尝了一口,确实很不错。 坐的是靠窗的位置,可以看到美式的夜景。 一束束烟花在夜空中炸开,江景小心翼翼地拿出放在背后的鲜花。 年年,我喜欢你,可以跟我在一起吗? 江景满含期待地看着我,微微颤抖的手指暴露了他紧张的心情。 好,烟花很美,但人更美。 我叫江景,今年二十五了,还没有女朋友,是个单身狗。 我知道底下的员工在嘲笑我没女朋友,甚至会怀疑我的取向。 没关系,我不在意。 我有喜欢的人,我一直在找他,我会为他守身如玉。 我喜欢小时候跟我一块玩的女孩。 小时候爸爸妈妈离婚了,我跟着妈妈叫顾明。 去了一个新的地方,我有点害怕。 看着那一群小孩们玩得很开心,我很想跟他们一块玩。 但是我就是不说,一直在他们面前晃荡。 终于,有人发现我了。 是个小女孩,她强硬地拉着我的胳膊,我就这样被她拉走了,加入了他们。 我们一起玩了过家家,我当爸爸,她当妈妈,我有点害羞,不敢抬头看她。 她的闺蜜当我们的孩子,但是她闺蜜好像不开心,一直瞪我。 因为我没有,加入的时候,都是她闺蜜当爸爸。 后来,我知道了她叫年年,很好听的名字。 我想主动找她玩,但我又不好意思去,就等着她来找我。 等啊等,等了好几天,也没见她来。 我鼓起勇气去找她了,我们玩得很开心。 可是没过多久,我爸爸过来,他要把我接走。 走之前,我去找年年了,我拉着她的手,想让她别忘了我,想让她继续陪着我。 她答应得很快,我很开心地跟着我爸爸走了。 后来,我又改回了原来的名字江景。 再回去的时候,他们一家已经搬走了,我找不到她了。 我们有一张合影,还是刚开始在一块玩的时候,年年给我拍的。 幸好有她,我才能认出年年。 我成立了一家公司,我知道年年她家很厉害。 只有我变得优秀了,我才有资格站在年年身边。 所以,公司成立初期,我加倍努力,别人不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只是为了有资格站在她的身边而已。 后来公司的人士拿着新招来的员工名册给我看,我看到年年的名字。 那一刻我非常庆幸自己变得优秀了,而不是小时候那个瘦瘦小小的自己。 我拿着年年的简历看了好几遍,我确定就是她。 我迫不及待地去找她,却听到她说她有男朋友。 那一刻我觉得整个世界都灰暗了,一瞬间自己的努力好像都白费了。 我总是情不自禁地去看她,但是年年会回避我的目光,我这才意识到年年似乎没有认出我。 我不停给自己灌输,年年有男朋友,她过得很好,不可以去打扰她。 但是在见到最久的年年以后,那些心理防线全都崩塌。 我扶着喝醉的她,听她讲自己跟男朋友是怎么认识的,又怎么发现她劈腿的。 我心里只有心疼,心疼她受了委屈。 喝醉的年年,异常兴奋,抱着我哼哼唧唧。 一夜荒唐,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我才发现人不见了,床头放着几百块钱。 我很生气,生气自己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 我马不停蹄赶去公司,想跟她解释一下,却发现她在躲我,好像有点害怕我。 我让她一个人留下,解释的话挂在嘴边,又说不出来。 年年对我一直很疏离,在宴会上我见到欺负年年的人。 我恨不得把她打一顿,但是不行。 不能下着年年,我去请教我的好朋友林芝。 她谈的女朋友多,她知道怎么追女孩子。 她只告诉我了一句话,嘴是拿来说的,不是放那当个板上。 我想了好几天,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后来,我去看了霸总小说,我悟了。 我吸取了小说里面霸总的教训,明白了一个道理。 嘴是拿来解释的,不是用来强吻别人的。 终于凭着我的聪明才智,我追到年年了。 接下来的故事更加精彩。 沈强诚逃婚了。 她说,你总是在逼我,我只是想喘口气。 我流产住院时,她在跟初恋欣赏大西北的落日。 残阳下,她们肆意亲吻,写道,少年爱追梦,长大了总归要落于现实。 然后又告诉我,我快回来了。 初恋是她的梦,我是她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她回来了,我不要了。 沈强诚的逃婚太突然,所有人都没有准备。 我强承着精神送走宾客,处理后续。 一切结束后,沈强诚的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在我面前骂她。 我面带笑容听着她骂,然后轻声宽慰,没事的。 妈妈,等她回来,我们再问问是怎么一回事。 没有人联系得上沈强诚。 我从下午开始打电话,打到第一百通,她才接通。 难得的,我有一点生气,沈强诚,你在哪里? 你知道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吗? 沈强诚沉默了许久,才说,我知道。 那你是在干什么? 她报了一句国骂,激动地说,你说老子在干嘛? 老子只是想喘口气,我要被你们逼死了,你就那么恨嫁, 我不敢相信她会说出这种话。 是你跟我求婚的? 沈强诚不说话了。 我眨了眨酸色的眼睛,我们别在电话里吵,你什么时候回来? 一个月,给我一个月时间。 好。 她毫不犹豫地挂断电话。 我的心情没有平复,胸口剧烈起伏,回荡着各类复杂的情绪。 直到我站起来,才感觉到内裤湿漉漉的。 我到厕所一看,满目心红,腹部坠坠地疼。 我的经期向来很规律,这个月迟迟没来。 原以为是太忙了,可是今天的感觉不对劲。 我的脑中闪过一个猜测,干脆去医院做了检查。 结果出来了,我怀孕了。 我想告诉沈强诚。 电话,通话中,微信,感叹号。 他居然把我拉黑了。 我的心脏刺刺地发着疼。 也是这时候,我看到了江洛的朋友圈。 迎接一位老朋友。 附带的照片上,黑色的风衣,衣角出镜。 如果你对一个人熟悉的不能再熟悉, 只需要透过一点小小的线索,就能一眼认出来。 沈强诚,去找江洛了。 江洛是沈强诚的初恋。 我是他们家收留的孤女,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中日坠坠不安,试图讨好所有人。 沈强诚不喜欢我。 他让我在学校离他远一点。 学校没人知道我们的关系。 沈强诚却不是一个低调的人。 他跟江洛交往得明目张胆。 不过两人成绩都在年级前列,所以老师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段恋情到底无疾而终。 因为沈阿姨发现了江洛妈妈和沈叔叔的不伦之恋。 那段时间,阿姨和叔叔总是在吵架,有一次甚至动起手。 我在阻拦的时候,被砸破头。 他们短暂地停下来,安静地仇视对方。 我独自去医院检查,包扎。 随着时间流逝,这件事情渐渐过去。 他们好像又恢复了恩爱。 只是江洛和沈强诚的成绩受到了影响。 最后他们一个去了最北方,一个留在南方。 阿姨让我照顾沈强诚。 我也留在了南方。 沈强诚还是不喜欢我。 更准确地说,他好像讨厌我。 不过我不当一回事。 转折发生在大三。 沈阿姨摔断腿,我特意请了半个月的假照顾他。 沈强诚只来了一次。 他靠在医院的走廊,深深地看我一眼。 叹了一口气,说,谢谢你。 我垂着头,这是我应该做的。 爸妈去世后,我像一个圆溜溜的皮球,被亲戚踢来踢去。 是妈妈少女时期的闺蜜收留我,才让我有一个地方居住。 我该感恩。 所以,阿姨问我愿不愿意跟沈强诚结婚时, 我面路腼腆,说,看强诚的意思。 然后,他跟我求婚了。 他会带一束粉玫瑰来接我下班,说我如他们一般温柔甜静。 他会忽然靠在我的肩膀上,说就这样一起慢慢变老,也很浪漫。 沈强诚让我以为,他真的喜欢上了我。 再后来,他逃婚了,跟江洛一起。 我在江洛的朋友圈,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沈强诚。 他好像被注入了活力。 他们会开着越野车,急驰在一望无际的荒漠上,追逐出生的太阳。 也会为干涸的石缝中钻出来的小草欢呼雀跃。 这一切是如此生机勃勃,令人感动。 最后一天,他们安静地等待大西北的落日。 我只看到他们在残阳下,被拉得很长的影子,紧紧地贴在一起。 就好像,他们的世界只剩下彼此。 我是在等红灯的间隙看到的这条朋友圈,以至于久久没回过神。 没来得及躲避越过红灯朝我冲过来的黑车。 剧烈地撞击夺走我的神志。 我只感觉到了痛。 由内及外,无法言喻的痛。 我在医院醒来时,已经是第二天傍晚。 残阳歪歪扭扭地从没拉拢的窗帘中罩进来,正好落在我的肚子上。 我感觉到了空荡荡。 医生也通知了我这个难过的消息,孩子没了。 来得突然,走得也匆匆。 我连难过都觉得没有医处,只茫茫然地盯着平坦的肚子。 护士给我拿来手机。 他比孩子坚挺多了,没有坏。 一开锁,一条消息悦然屏幕。 沈强诚说,我快回来了。 是啊,一个月了。 他在五分钟前刚好发了一条朋友圈,少年爱追梦,但长大了总归要落于现实。 这一个月,他痛痛快快地跟心上人做了一场光怪陆离的梦。 这场梦里,没有我,没有那个不曾在世界上留下痕迹的孩子。 梦醒了,他才想起有那么一个我。 可是,我不想要他了。 那种痛,我不想再经历了。 公司那边,我请过假了。 我手机关机,谁的电话都不接,在医院住了两天。 第三天,自己收拾东西出院。 路过走廊时被叫住。 沈强诚的一个朋友拦住我的路。 嫂子,你在医院做什么? 横哥找你,都快找疯了。 他准备给沈强诚打电话。 我阻止,不用打。 我正准备回去。 周回这才把手机放下。 我看到他身后的女生。 这层是妇科。 我听说过他有一个在德国留学的女朋友。 两人订婚了。 女朋友现在应该还没回国。 周回兴兴孝道,这我一妹妹。 她身体不舒服,我当好人。 陪过来看看,嫂子你在这做什么? 我淡淡道,月经不调。 她面路尴尬,那你注意休息,我们走了。 周回扯着女生离开。 我看着她们的背影,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词, 蛇鼠一窝。 我是晚上九点回到的婚房。 沈强城和沈阿姨都在, 她们一开口就是责怪的话。 沈阿姨沉着脸, 小野呀,就算你气强城, 也不应该一声不吭就闹失踪吧。 我心头浮起淡淡的疲倦, 没有把车祸的事情告诉她们。 我点头道,抱歉。 沈阿姨面色这才好转,将我拉到客厅, 按在沈强城身边,自顾自地说, 既然你们都回来了, 那结婚的日子我重新找人算一个, 这次可不能出意外了。 谁都没有说话。 沈阿姨先瞥我一眼, 然后指桑骂怀似的瞪着沈强城, 臭小子你听到了没有? 再有婚前焦虑,也不能逃婚吧。 你想到过妈跟小野多丢脸吗? 都成年人了,成熟一点。 沈强城则一声,才不情不愿地说, 我知道了,这次绝不会有意外。 沈阿姨满意了,喜笑颜开地说, 最好呢是这个月,最晚就下个月, 这事情不能拖,一拖就容易出变故。 她话里有话。 沈强城谋色一沉。 而我,全城都没有说话的余地, 像一个只需要听话的傀儡, 不需要被征求意见。 我好像回到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 沈阿姨拉我进房间, 说,小野啊,阿姨知道你优秀, 可你强城哥哥太不听话了, 阿姨想让你帮忙在大学里看着他, 免得他被不三不四的人缠上。 沈阿姨想让沈强城留在南方, 这个意思是,我也要留下来。 我当然不愿意,阿姨, 我想去读燕京大学。 沈阿姨不说话了, 一个劲摸着我的手。 几分钟后, 她忽然哭了, 小林走得早, 当时你才读初二吧。 那么小一个, 沈强城他爸不愿意让我收留你, 觉得你是累赘。 可是我觉得你长得太像小林了, 我跟你妈妈从小玩到大, 我不忍心看你受苦, 不顾所有人的反对将你带回家, 阿姨是真把你当女儿了。 养育之恩如同一座山, 压在我的背上。 我挺不起腰, 喘不来气。 我低头, 任由那滴泪落在膝盖上, 阿姨, 我听你的。 我刚来沈家的时候, 阿姨似乎是真心实意地喜欢过我的。 她根据我的爱好, 布置我的房间, 给我买了许多漂亮衣服。 我一开始总做噩梦, 梦到爸爸妈妈车祸的场景, 她陪我睡了半个月。 我当时认为, 她的怀抱是最温暖的地方, 有妈妈的味道。 只是后来, 我成了她手中拴住沈强城的一根线。 不需要有自己的想法, 顺从即可。 我真的好累啊。 我眨了眨干巴巴的眼睛, 出声, 阿姨。 结婚前, 她让我改口叫妈妈, 说以后就是一家人。 今天, 这声妈妈, 我叫不出口了。 我想跟强城离婚, 客厅, 鸦雀无声。 接着, 沈强城抱起, 袁也, 你什么意思? 我直视她, 字面意思, 我想跟你离婚, 你应该能理解。 操, 沈强城喘几下粗气, 狠狠踹一脚茶几, 英俊的脸微微扭曲, 你们说结婚就结婚, 说不结婚就不结婚, 把我当狗耍。 我皱眉。 我不知道她说的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失忆了? 主动求婚的人是你。 沈强城嘲讽道, 如果不是我妈一哭二闹三上吊, 你以为我乐意跟你求婚? 这不是你们想看到的吗? 哦, 原来是这样。 我的太阳穴一抽一抽的, 有点疼。 我深吸一口气, 那正好, 反正你也不喜欢我, 我也不能容忍自己的丈夫逃婚后, 跟初恋浪迹天涯。 这的确很浪漫, 但这份浪漫不属于我。 沈强城瞄懂我的意思, 眼里飞速划过一抹心虚, 随即是愤怒, 你跟踪我。 我以为她起码会对我有几分愧疚, 是我高估她了。 我拿出手机, 点开江落的朋友圈。 他们这一个月, 如同亡命天涯的神仙眷侣, 每一天都像最后一天, 活得轰轰烈烈。 我不知道江落是出于什么原因不屏蔽我, 我也不在乎。 沈强城的目光触到我的手机屏幕, 猛地一缩。 她像一个鼓满气的气球, 被猛地扎了一个小口, 瞬间漏了气, 她脸色铁青, 你怎么会有她的微信? 沈强城贵人多妄事。 更或者, 她眼里根本没有我。 所以不知道高中的时候, 我跟江落一起代表学校参加过生物竞赛。 当时我们有过不少交际, 有联系方式太正常了。 我没有回答她的问题, 转向沈阿姨, 这次, 我想为自己活一次。 阿姨, 希望你能理解。 沈阿姨的眼睛死死盯着我的手机屏幕, 那张脸, 她永远不会忘。 下一秒, 她被愤怒冲昏头脑, 叫声刺耳, 你为什么又跟她搅和在一起? 你要气死我。 她妈差点抢走你爸, 你要跟小三的女儿私奔吗? 沈强城的心理素质过人, 已经恢复淡定, 父母辈的问题, 跟她没有关系, 她是无辜的。 沈阿姨气喘吁吁地说, 我死都不会让她进我们家门的, 你们死了这条心吧。 她下意识看了我一眼, 说, 我没有打算跟她在一起, 我们只是朋友, 她陪我玩了一个月。 小三的女儿就是下贱, 肯定是她勾引你的, 我要跟她算账。 沈强城哪里听得了 别人这么侮辱她的白月光? 她脸色一变, 冷笑道, 江落下贱, 那谁不下贱? 原野吗? 原野哪里比不上江落? 我宛若一块案板上的肉, 任由它们对比哪一块更新鲜, 更好吃。 沈强城看着我, 一字一句地说, 江落比原, 也善良, 坚强, 勇敢, 更比他有趣。 哦对, 江落确实有一点比不上原野, 江落不会像某个永远长不大的告状经, 拿别人的秘密当讨人喜欢的工具。 我回事他, 吭腔有力地说, 沈强城, 你没有资格拿我跟别人做比较, 更没有资格往我身上泼脏水。 沈强城扯扯嘴角, 不屑道, 怎么, 我高中跟江落在一起的事情不是你告的状, 江落他妈和我爸的事情不是你偷听后告诉我妈的。 我们当时都计划好会阻止他们, 是你毁了这一切。 他的意思是, 不怪婚内出轨的罢, 不怪江落之三当三的骂, 我反倒是那个罪人。 太讽刺了。 但是, 我肯定地说, 我没有说。 我什么都没有说, 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我的确是暗恋过沈强城一阵。 那时候我刚来沈家, 一个优秀好看的哥哥, 温柔体贴地关照你, 情窦初开最自然不过。 只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他对我越来越不耐烦。 他不让我叫他哥, 恶狠狠地说自己是独生子, 我只是他们家收留的孤儿。 他会在我问他问题时骂我笨, 让我自己上网查。 最后, 他不让我在学校跟他打招呼。 我不喜欢热脸贴冷屁股, 对他渐渐淡下来。 沈强城跟江洛从高二开始谈恋爱, 当时我们搬上来了一个转学生, 跟我同桌。 许春生化劳又烦人, 我空余时间都用来应付他, 哪有时间关注沈强城和江洛的校园恋情。 等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沈阿姨和叔叔已经在家里吵了半个月。 蠢笨如我, 到现在才知道, 一盆脏水泡在我身上近十年。 而我的丈夫, 哪怕跟我朝夕相处, 也不信我, 更不曾询问我哪怕半句。 他在心里认定是我被地里告的状。 说实话, 有点难堪。 沈强城挣了好半赏, 才猛地看向沈阿姨。 沈阿姨一拍大腿, 哭出来, 我这不是怕你怪妈妈, 才说是小野说的吗? 妈妈当时快失去你爸爸了, 不能再失去你了。 沈强城怒怒嘴唇, 似乎想说什么。 他到底什么都没说, 摔门离开, 留下沈阿姨呆呆地坐在沙发上。 我上前准备安慰, 他却推开我的手, 满眼怨恨, 都怪你, 要是你不说, 这时就过去了。 我呆呆地看着空荡荡的手心, 要不是担心强城大学毕业后, 翅膀硬了, 去找那个贱人的女儿, 我怎么会撮合你们? 一个不争气的, 连个男人都留不住, 白仰你了。 我的眼眶一热, 我不想当着他的面流眼泪, 然而, 这一刻, 我再也忍不住了, 泪眼婆娑地看着他, 阿姨, 还差多少? 沈阿姨一证, 什么多少? 还差多少钱, 才能买断你对我的养育之恩? 他不说话了, 我回房间收拾自己的东西, 这是他们给沈强城买房的婚房。 我既然下定决心离婚, 那么这里就不属于我。 我没有什么东西, 只有几件衣服, 小小的行李箱就装走了。 沈阿姨看我来真的, 跟在我身后不断地说, 白眼狼, 要是没有我, 你读得了高中吗? 上得了大学吗? 我叹一口气, 走出这个房子。 关门前, 我朝沈阿姨点点头, 阿姨, 你算清楚了再找我吧, 再见。 还有, 谢谢你。 电梯隔绝他后面的话, 我靠着电梯, 镜面倒映出我的脸, 如此疲倦, 额脚还有几处车祸留下来的擦伤, 从始至终, 没有人提及, 没有人在乎。 更没有人问一句, 你怎么了? 镜子里的女人, 撇了撇嘴。 最后, 他还是把泪水忍了回去。 我先住进酒店, 短租半个月, 后面再慢慢找公司附近的房子。 大半夜, 沈强诚给我打了个电话, 他似乎喝醉了, 讲话含含乎乎, 念叨着我的名字。 我坐起来, 打开床头灯, 你想说什么? 如果不是离婚的事情, 我觉得我们没有联系的必要。 沈强诚不断地重复, 离婚, 离婚, 在我决定挂断时, 他忽然狠声说, 袁野, 你好狠啊, 你打掉了我们的孩子, 如果不是周回告诉我, 你是不是打算一辈子瞒着我? 像你这种恶毒的女人, 以后永远不会有自己的孩子, 你在世界上不会有亲人, 她的话如千万把利剑, 刺进我的心脏, 黑夜从窗外偷渡进来, 压在我的身上, 大片大片的黑, 一瞬间, 我疼得喘不过气, 这时, 有人抢走她的电话, 周回忙说, 嫂子, 你别往心里去, 横哥她喝醉了, 你们是夫妻, 床头吵架床尾和, 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 你今晚来接她, 你们回家好好聊聊吧, 我面无表情地挂断电话, 将这个号码拉进黑名单, 凌晨三点, 城市还没有入睡, 高楼耸立, 灯红酒绿, 我开车行驶在车流稀少的马路上, 两边亮光渐渐淡去, 有黑起伏的海面上, 孤零零地悬挂着一轮月, 我已经好久, 好久没有见到星星了, 孤月倒映在海边上, 仿佛在呼唤着我, 我脱下鞋子, 一步步朝她走过去, 海水冰凉刺骨, 渗透衣服, 血液仿佛都被冻住了, 沈强诚说得没错, 我在世界上没有亲人了, 所有爱我的, 我爱的, 我都留不住, 胸口浸泡在海水里, 我嗅到浓重的海腥味, 耳边似乎有人在换我的名字, 是许春生吗? 那天, 家里的气氛格外紧张, 沈叔叔和沈阿姨又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声音大的仿佛要将房顶掀翻, 我心急如焚, 想要冲进去劝架, 希望能停息这场风暴, 然而, 混乱之中, 沈叔叔愤怒地将手中的烟灰缸朝沈阿姨丢了过去, 我下意识地挡在沈阿姨身前, 只觉额头一阵剧痛, 温热的液体瞬间流淌下来, 血滴在白色校服上, 蕴染出一朵朵触目惊心的红花, 那疼痛如电流般传遍全身, 我强忍着不适, 独自去了医院, 一路上, 脑袋嗡嗡作响, 每走一步都觉得天旋地转, 到了医院, 伤口的处理过程让我备受煎熬, 那钻心的疼痛让我几乎无法承受, 实在忍不住了, 我拨通了许春生的电话, 当我走出医院时, 满心的疲惫和疼痛, 就在这时, 我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人, 抬头一看, 是满头大汗的许春生, 许春生平日里像一只猴子, 总是大笑大闹, 没心没肺的样子, 可那天, 他的脸上满是焦急和担忧, 他看到我头上缠着的纱布, 眼中瞬间饮满了泪水, 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蹲在路边哭得好惨, 远野, 疼死你算了, 那哭声中充满了心疼和无奈, 我笑着安慰他, 不疼啊, 尽管伤口还在一跳一跳地疼, 可看到他如此伤心, 我只想让他别那么难过, 他抹干眼泪, 狠狠地瞪着我, 你真是打不死的小强, 话语里带着称怪, 却更多的是对我的关心, 后来的日子里, 他每天都会帮我上药, 夕阳西下, 我们躲在操场的角落, 微风轻轻拂过, 带来一丝凉爽, 他突然问我要不要去北方读大学, 你成绩好, 可以去燕京大学读植物学, 我就在你隔壁, 我们可以天天一起出来玩,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期待, 仿佛已经看到了我们在北方的美好生活, 我开玩笑地说, 那你把我成绩带差了怎么办, 许春生恼了, 皱起眉头, 大声说道,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的, 但也就恼了两秒, 很快他的表情又变得柔和起来, 他把头枕在我的小腿上, 轻轻叹了口气, 我们离这里的人远远的, 好不好啊, 远也, 他的双眼澄彻, 像一翁清泉, 漂亮极了, 用这双眼睛看着我, 我怎么可能不答应, 好啊, 我轻轻地回应着, 那一刻, 仿佛整个世界都只剩下我们两个, 时间匆匆而过, 高考结束后, 面临着选择大学的时候, 我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决定留在南方,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许春生时, 电话那头传来了嘟嘟嘟的挂断声,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他都没有联系我, 我的心里充满了失落和愧疚, 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解释, 再次联系上时, 已经是几个月后, 电话那头, 他的声音冷冰冰的, 充满了失望和愤怒, 原野,你是个骗子, 你跟他一样都是大骗子, 我以后再也不要理你了, 说完,便再次挂断了电话, 我握着手机, 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 我知道, 我伤害了他, 违背了我们曾经的约定, 可是, 我也有自己的苦衷, 只是他不愿意听我解释, 从那以后, 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道无形的墙, 我时常会想起, 我们一起在操场的角落许下的承诺, 想起他那双清澈的眼睛, 我多么希望能够有机会向他解释清楚, 让他明白我的无奈, 然而,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们的联系越来越少, 那段美好的时光仿佛渐渐远去, 只留在了我的记忆深处, 多幼稚啊, 许春生, 他的心智好像留在小学三年级, 他爸婚内出轨, 他妈骗他去拿玩具, 他妈在他转身那一瞬间, 纵身跳下, 许春生拿起玩具, 转头就看到满地的鲜血, 我不希望许春生不理我, 后面, 我宁愿他不理我, 也不要他坐上那架飞机, 大一那年生日, 我用兼职的钱, 给自己买了蛋糕, 我带回宿舍分给摄友, 吃完闹完后, 我一个人躲在阳台, 盯着手机出神, 我在等待来自大洋另一边的电话, 我没等来电话, 等来了一条定时消息, 小骗子, 没人陪你过生日吧, 活该, 谁叫你骗哥, 哼哼, 快来接机, 你看到消息的时候, 哥还有半个小时到机场了, 附带着的是一张机票的照片, 我几乎是飞奔着去了机场, 一路上, 我的心仿佛要跳出嗓子眼, 脑海中不断浮现着那个熟悉的身影, 风在耳边呼啸, 似乎也在催促着我加快脚步, 远远的, 我就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穿着简单的白色T恤和牛仔裤, 背着一个大大的背包, 正伸长了脖子在人群中张望, 那一瞬间, 整个世界仿佛都只剩下他一人, 他就像一束光, 照亮了我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我跑到他面前, 喘着粗气, 话都说不利索, 许春生, 你怎么回来了? 他看到我, 咧嘴一笑, 露出两颗虎牙, 怎么, 不欢迎啊? 那笑容里, 满是久别重逢的喜悦和期待, 我用力地摇头,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泪水模糊了视线, 可我却不想眨眼, 生怕这只是一场梦, 一眨眼, 它就会消失不见, 那一天, 我们聊了很多, 仿佛要把分开这段时间的话, 都一次性说完, 我们坐在机场附近的咖啡馆里, 窗外的阳光洒在我们身上, 温暖而柔和, 许春生说, 他在国外的日子很想家, 想我, 他描述着, 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和思念, 每当夜深人静, 总会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 他还说, 以后每年生日他都会回来陪我, 他的眼神坚定而温柔, 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 接下来的日子, 因为有了许春生, 我的生活似乎又有了色彩, 我们一起去爬山, 那座山高耸入云, 山路崎岖不平, 但每一步都充满了欢声笑语, 许春生在前头拉着我, 不时回头鼓励我, 阳光洒在他的脸上, 汗水闪烁着光芒, 我们一起去看海, 海浪拍打着沙滩, 海风轻浮着脸庞, 我们吃着脚在沙滩上奔跑, 留下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 夕阳西下, 海面上波光淋淋, 美得让人心醉, 我们一起去做很多以前想做却没做的事情, 一起去坐摩天轮, 在最高点俯瞰城市的灯火辉煌, 一起去看演唱会, 跟着音乐的节奏尽情欢呼, 一起去夜市品尝各种美食, 辣得满脸通红, 却依然乐此不疲, 然而, 这样的美好并没有持续太久, 许春生接到家里的电话, 他的父亲病重, 他不得不再次离开, 电话那头的声音焦急而沉重, 许春生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 这一次, 他走得很匆忙, 甚至来不及跟我好好道别, 他只是紧紧地抱了我一下, 在我耳边说了句等我回来, 便匆匆离去,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我的心仿佛被掏空了一般, 之后的日子里, 我们的联系又变得断断续续, 有时候, 我会在深夜收到他简短而疲惫的消息, 告诉我他父亲的病情, 有时候, 电话接通, 却只能听到他沉重的呼吸声, 我努力让自己的生活回到正轨, 努力工作, 努力忘记那些伤痛,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 每天早早地去公司, 加班到很晚才回家, 试图用忙碌来填补内心的空虚, 直到有一天, 我收到了许春生的邮件, 那封邮件里, 他的文字充满了悲伤和无奈, 他说他父亲走了, 他在国外处理完一切, 决定回国发展, 他问我, 还愿不愿意和他一起重新开始, 我看着那封邮件, 泪流满面, 泪水滴落在键盘上, 模糊了屏幕上的字, 我想起了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 那些美好的回忆如潮水般涌来, 当许春生再次出现在我面前时, 我毫不犹豫地扑进了他的怀里, 他的怀抱依旧温暖而坚实, 让我感到无比的安心, 我们开始一起规划未来, 一起寻找属于我们的幸福, 我们想象着在一个安静的小镇上买一套房子, 有一个小小的花园, 种满了我喜欢的花, 每天清晨, 一起在鸟鸣声中醒来, 晚上一起坐在院子里看星星, 可是命运似乎总喜欢捉弄人, 沈强诚又出现了, 他找到我, 眼中满是懊悔和祈求, 说他后悔了, 说他知道错了, 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让我心碎的男人, 心中没有一丝波澜, 沈强诚, 太晚了, 一切都太晚了, 我平静地说, 声音里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 沈强诚不甘心, 他的眼神变得急切而疯狂, 开始不断地纠缠我, 甚至试图破坏我和许春生的关系, 他会在我下班的路上堵住我, 给我送花送礼物, 说一些甜言蜜语, 许春生为了保护我, 和沈强诚发生了冲突, 那是一场激烈的争吵, 两个人的声音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 沈强诚愤怒地指责许春生抢走了我, 许春生则毫不退缩地回击, 说他会永远守护我, 最后以沈强诚的愤怒离去告终, 他的背影在夕阳的余晖中显得孤独而落寞, 我和许春生的生活因为沈强诚的出现变得不再平静, 但是我们都坚信, 只要彼此相爱, 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们在一起, 我们相互依偎, 给予对方力量和勇气, 然而更大的考验还在后面, 许春生的公司出现了严重的危机, 订单大量减少, 资金链断裂, 员工们人心惶惶, 许春生每天都忙碌到深夜, 眉头紧锁, 眼中满是焦虑, 为了帮助许春生, 我四处奔走, 寻求帮助, 我找遍了所有可能的人脉, 参加各种商业聚会, 向别人介绍许春生的公司和产品, 在这个过程中, 我也逐渐成长, 变得更加坚强, 面对别人的拒绝和冷漠, 我不再轻易退缩, 而是更加坚定地为许春生争取机会, 经过我们的努力, 公司的危机终于解除, 新的订单源源不断地进来, 公司的运转重新走上正轨, 就在我们以为一切都要好起来的时候, 我的身体却出现了问题, 医生告诉我, 我需要长期治疗, 而且可能会影响到以后的生活, 听到这个消息的那一刻, 我的世界仿佛瞬间崩塌, 我不想拖累许春生, 提出了分手, 许春生却紧紧地握住我的手, 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和温柔, 说, 原野, 不管发生什么, 我都不会离开你, 他的声音低沉而有力, 仿佛是一具永恒的誓言, 在许春生的陪伴下, 我积极地接受治疗, 每次去医院, 他都会早早地准备好一切, 陪我聊天, 给我讲笑话, 让我忘记治疗的痛苦,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的病情逐渐好转, 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在慢慢恢复, 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 终于,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许春生向我求婚了, 他单膝跪地, 手中拿着戒指, 周围是一片花海, 他说, 原野, 经历了这么多风风雨雨, 我再也不想和你分开,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眼中闪烁着泪光, 我泪流满面地点头, 说, 我愿意, 那一刻, 阳光洒在我们身上, 仿佛为我们披上了一层金色的纱衣, 我们举办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 只邀请了最亲近的朋友, 婚礼上, 我看着许春生的眼睛, 仿佛看到了我们未来幸福的模样, 白色的婚纱在微风中轻轻飘动, 我们在亲朋好友的祝福声中, 许下了一生的承诺, 婚后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我们一起做饭, 厨房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许春生总是会故意捣乱, 让我又好气又好笑, 我们一起散步, 手牵着手走在公园的小路上, 欣赏着四季的变化, 春天的花朵, 夏天的蝉鸣, 秋天的落叶, 冬天的雪花, 每一个季节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一起享受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然而, 好景不长, 沈强诚再次出现, 她的眼神中带着一丝诡异和得意, 她找到我, 说她带来了一个让我震惊的消息, 原来, 当年我流产的事情并不是意外, 而是沈阿姨在背后搞的鬼, 她害怕我生下孩子后, 沈强诚会不再听她的话, 所以设计让我流产, 得知真相的我, 心中充满了愤怒和痛苦, 双手紧紧握拳, 身体忍不住颤抖, 许春生安慰我, 将我紧紧拥入怀中, 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她过去, 我们要向前看, 但是我无法释怀, 我决定要为自己讨回公道, 我找到了沈阿姨, 面对她的愧疚和忏悔, 我选择了原谅, 毕竟, 仇恨只会让自己更加痛苦, 从那以后, 我和许春生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 我们迎来了自己的孩子, 一个可爱的女孩, 看着孩子的笑脸, 那如同阳光般灿烂的笑容,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时光匆匆, 孩子渐渐长大, 我们带着他一起去旅行, 一起看世界, 在旅途中, 我们一起经历了欢笑和泪水, 一起成长, 孩子第一次看到大海时的惊喜, 第一次爬上山顶时的自豪, 每一个瞬间都成为了我们心中最珍贵的回忆, 孩子上学后, 我和许春生也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我们一起学习新的技能, 一起尝试新的事物, 许春生报名参加了摄影课程, 我则开始学习瑜伽, 我们一起分享学习的心得和乐趣, 日子虽然平淡, 但充满了爱和温暖, 然而, 命运的波折再次降临, 许春生在一次出差中遭遇了车祸, 伤势严重,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 他还在昏迷中, 我守在他的病床前, 日夜祈祷, 泪水不断地滑落, 我紧紧握着他的手, 仿佛这样就能把我的力量传递给他, 终于, 许春生醒了过来, 但是, 他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需要长时间的康复治疗,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 我没有放弃, 我一边照顾许春生, 一边照顾孩子, 撑起了整个家, 每天忙碌于医院, 学校和家庭之间, 虽然疲惫不堪, 但从未有过一丝怨言, 经过漫长的康复过程, 许春生的身体逐渐恢复, 我们又一次渡过了难关, 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们一起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 但我们始终相互扶持, 相互陪伴, 直到白发苍苍, 我们依然手牵着手, 走在夕阳下, 回顾这一生, 有欢笑, 有泪水, 有痛苦, 有幸福, 但无论经历了什么, 我们的爱从未改变。